一聽到讀水不宜讀策的時候 大家就會知道Rebecca有帶了一些新朋友給我們認識 Rebecca今天帶了一個年輕人 坐在我們的知識教育創辦人王仲傑 不如我們先由Rebecca介紹一下仲傑給我們認識 其實我們叫她叫阿傑 我認識她已經六七年前了 差不多了 那時候我最記得第一次她約我吃飯 那時候是在銀行上班 她是一間美資銀行的副總裁 我也奇怪了 一個副總裁跟我談什麼社企呢 她就把她的夢想和大計 在那頓飯那裡告訴我 我就很欣賞這個人 其實為什麼會找Rebecca說呢 因為當時我其實不太知道什麼叫社企 應該這樣說 我以為社企就是你開一間餐廳請雙層人士 原來很闊的 有一次我去Rebecca有個機構去做分享 然後了解多了原來社企可以有這麼大的闊度 所以就再請教一下她 然後就找到自己的方向了 你知道我們培訓社企的人才 其實這麼多年我們發覺很多的朋友 都是三十多歲 有些年輕一些 有些年紀大幾年 都做一份工作 做了十年八載 覺得沒什麼意思 不如趁我現在還有精力 就真的想做一些自己的心想做的事情 還有最重要是她們想服務社會 其實我自己 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有自己的生意 做了三十幾年 其實在香港我們創辦了十幾項 國際展覽會 全部都是現在變成國際級的 最大型的展覽會 我大概十幾年前 就開始認識到什麼叫社會企業 其實是真的大學生啟發了我的 我在英國的時候 那時候我女兒在那裡讀書 就跟大學生聊天 有幾個畢業的 她說我要去哪裡做社企 我第一次聽社企的名字 就覺得很奇怪 那些是劍橋牛津的畢業生 不是普通的找不到工作 就是大把人等著請他們 於是我就很奇怪 到底什麼叫社會企業呢 他們告訴我原來有一類這樣的人 是真的喜歡用他們的商業知識 用一個商業手法去賺錢 但是賺到的錢 不是放在自己的袋子 而是要來改變社會的 那我就開始想 這也是我想做的事 不過那時候我不認識 原來叫社會企業 那一路就沉迷下去了 泥足深陷了 所以Rebecca 當阿傑來找你的時候 什麼感動到你呢 其實到今天我還是說那一句 阿傑是非常誠懇的一個人 還有他很有business sense 他很有商業的觸覺 是否因為他在銀行做 他又讀這方面的事 這個我回答 這個就真的是 是 坦白說很多人 就經常說 你究竟一開始出來就創業好 或者做一個社會創業家好 還是做了十幾年才這樣出來好 我的答案 就是每一個人的答案不同的 我的答案一定是 其實我覺得沒有浪費過這十幾年的時間 他們什麼金融海嘯啊 金融什麼什麼啊 人民幣又升值 我看到了其實那個變化會是怎樣 這個經驗對我營運社企 是真的很有幫助 好像阿傑 一些他自己sensitive的 對數字好 他自己就run得好 但是對於一些 數字不太sensitive的人 是不是會辛苦一些呢 是需要很多學習的 因為始終我們都在營運一盤生意 你說除了對數字sensitive之外 你對市場的洞察力深不深呢 究竟他的知識教育是什麼呢 就是簡短地說 可不可以說夢想成真呢 我們其實最主要的業務 就是我們會去不同的中學做一些program 那些program 就是希望他們可以有一些 叫做全面一點的學習 我們比較重點是一個創意學習 做很多不同的workshop 很多不同的program 去到很多學校 跟那些年輕人聊天 原來他們很多人沒有夢想的 那阿傑呢 就可以去幫這些企業 把這些message 傳送給那些小學 中學 那些年輕人 是不是 那這個 例如 你們可以做過些什麼呢 我們不同的主題都做過 好像有一間會計師會找我們去設計一些生活理財的workshop 那這件事其實都很重要的 就是要一個小朋友學會怎樣儲錢 一個小朋友學會怎樣去平衡自己的收支 那這些概念我們覺得挺好的 你們還有一個叫做金森不造機械人 這個是什麼的獎項呢 其實我們這個計劃呢 就是我覺得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有夢想的 就是無論你什麼年齡 什麼類型的夢想 什麼規模的夢想都應該要有 我們已經搞到第五屆了 過去四屆就有40個得獎者了 其實有些故事都很感人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學生十七歲 他是一個南亞裔的小孩子 他有肌肉萎縮症 那他只是頭和手指可以動 那他很喜歡畫畫 他就甚至畫那些字自己寫了 那很想出一本書 那我們就剛巧因為都有這樣的網絡可以幫他做到 那他是我們的一個得獎者 我們就幫他出了書 我多感動這件事情 就是說這本書 我們出過這麼多本書裡面 其中一本最好賣的 那你會不會其實是見到 在香港的教育裡面 是有一些東西是真的缺乏了 是令到這些小孩子 好像都已經慢慢慢慢成為了機械人 走到他的建制裡面 有 一定 其實你沒有辦法 現在人人都是用考試去 一個公開試去定奪 哪些人去上大學 然後上大學就等同成功 這個就是說 如果我走不到這條路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都要幫另一批學生去想 其實是大部分的學生 所以其實我想 知識教育他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填補了我們教育的空缺 因為那些人一講教育 就想著考試 接著你要升班 接著要考大學 還有父母那個 就是想著望子成龍 這個心態是很強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政府經常鼓勵我們 我們要發展我們的創意工業 鼓勵多些學生 他們譬如說 畫畫、音樂、運動 各方面 學校在那個制度之下 是綁手綁腳的 也沒有這樣的私資 可以去開這些課程 怎樣運動你的生意呢 有的 其實當我們去設計一些不同的課程 去給學校 理論上學校會給我們錢 但是現在更多 就是說 就是有一些 可能我們都做了幾年了 就是剛才都說 可能不同 譬如說環保 工程師 甚至會計一些機構 他們有一些 有些訊息很想去學校 他們就會 一個合作就是 有一筆錢給我們 免費跟學校做 我們就幫他們做個策劃 執行的一個角色 因為我們搞個 《今生不造機械夢想計劃》 有頒獎典禮 整個比賽的流程 我們都熟了 有很多人就會看著這個項目 叫我們幫他設計一個 這些就是我們的收入來源 你接下來的時候 你的展望 對於你這個社企的展望是怎樣呢 我反而 我覺得我自己 這個身份 有一個角色的 我很希望 給很多人 當然現在是高薪厚職的人 不要覺得我這樣做是一個犧牲 我很希望都給他們知道 其實你做生意也好 做一些對社會有好處的事也好 只要你想到一個方法 你肯努力去做 其實都可以是有一片天的 我都很想做到這樣 都是量的那條條子夠好的話 其實就 都是真的可以找到性的 是的